仙剑奇侠传系列可谓是仙侠剧的开端,不论现在的特效还是摄像机,比以前不知道精致了多少倍,但是仙剑的辉煌无法超越,这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时代滤镜,更多的是这部剧足够优秀,也许说到仙剑系列,大家会想到胡歌与杨幂版本的仙剑3,但是在很多8090后的心中, 仙剑1才是永远的神,胡歌版李逍遥,刘亦菲版赵灵儿,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,可惜这两人是很难再合作了,不过,万一有惊喜呢?话说,没等到胡歌和刘亦菲的再次合作,反而等到了仙剑1的翻拍,讲真,要不是看到网络上的吐槽,真不知道这部翻拍仙剑1的仙剑奇侠传之灰刀问青,居然已经开播一周了,但是有了经典 做对比,这个版本不论是选角还是剧情,都能够被网友和各大UP主编打好几回呢?首先,新版在固定的仙霞剧情中加入了穿越的手法,看着挺有新鲜感的,但是剧情却略显小儿科,再加上原版太经典了,于是李逍遥变成穿越人士,就让人难以接受, 与其说翻拍,还不如说是同人剧,剧情方面已经很拉胯了,选角才是最大的问题,尤其是赵灵儿一角,虽然年纪方面问题不大,毕竟在原著中,赵灵儿就是隔十几岁的小姑娘,要知道,当年的刘亦菲也只有17岁,但是却不会给人违和的感觉, 他更是把赵灵儿的灵气和仙气展现得淋漓尽致,哪怕一个侧颜都足够惊艳,而新版的赵灵儿,是由不满15岁的黄阳田田饰演的,别看只差两岁的年纪,但是两人的差别可就大了,对比刘亦菲版本的灵气和仙气,黄阳田田的赵灵儿只有可爱,而且还太过幼泰,这个版本没有了原版的江湖豪气,反而更像是小打小闹的儿童剧, 黄阳田田和刘亦菲同是十几岁饰演的赵灵儿,但一个是女孩,一个是少女,原版中的赵灵儿的确只有15岁,年纪方面两人都差不多,只不过,黄阳田田还是长得太小了,而且还没长开,不是说她不好,只不过没有刘亦菲那种成熟的少女感,所以就会给人一种违和感, 但是在这部剧里,最不和谐的并不是赵灵儿太幼泰,而是现在影视剧万恶的滤镜,刚开始看的时候还以为是滤镜,看得久了,才发现是我们想得太少了,因为影楼风十足的滤镜,所以演员的五官非常模糊,而赵灵儿的脸更像是抠图效果,非常不真实,虽然每个时代的审美都不一样, 但是观众又不眼瞎,有了对比之后,这个版本真的看不下去了呀,其实黄阳田田的演技还挺不错,长得也好看,在很多影视剧里饰演了女主的童年时代,现在让她挑大梁属实有点太难了,如果不是那种恋爱的剧情,应该挺不错,毕竟这个版本的李逍遥属实和她不太般配,果然,经典还是很难超越的,那你们对这是有什么看法呢?